今天我们去喜洲古镇 就是那个有百年古术 白族转角楼 稻田咖啡 网上一堆神徒的喜洲古镇 那二月年假期间的喜洲古镇 是什么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从这里过去要40分钟正常 但是这两天都不好说 选择大巴出行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方式 然后就是年假期间 打车是非常难的 来看看这路上的车流量和人流量吧 实际上坐了一个小时20分钟 我们才到达喜洲古镇 喜洲古镇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 跟很多后期的人造古镇不一样 原始的建筑面貌居多 喜洲古镇又是白族第一镇 这里的原住民是白族 所以风土人情和各个城市里看到的大不相同 这些都是旅游大巴上的讲解员给我们讲的 听一下这种讲解也是蛮有意思的 转过这个凤凰花开的路口 人就多了起来 我方已经到达一个美食陷阱 来云南不可不偿的鲜花饼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路边随便吃的一家鲜花饼 居然是仅有两家门店 且没有网店的一家本地人才懂得老店 花瓣线嚼起来口感厚厚的 又清香又酥 神仙姐姐的新剧里面反复提到的乳扇 听名字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猜这个乳扇是什么味道 其实它是牛奶做的 放了玫瑰酱的烤乳扇 吃起来有一种烤芝士的感觉 今天还是很开心的 难得这条美食街上没有铁板鱿鱼 没有长沙臭豆腐 对了还有这个白族渣染 真的很好看 但我被价格劝退了 再来一根玫瑰味的喜粥老冰棍 再吃一个没吃过的卷饼 好了好了 我差不多有一点点饱了 这里属于高原地区 每天都是阳光满满的 这明朗的天气 确实会让人感到更开阔 怎么办 这几个娃娃让我想起了我的妹妹 继续前进 就来到了喜洲的标志性建筑 转角楼 我们看看屋顶吧 不好意思 下面不是这样 人群中的后面 我找到了这个地标 不长辩 谢谢 是可以顿行进去吗 东边不亮 西边亮 我们继续去麦田咖啡吧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 我已经到达了这个喜洲古镇 就是这个最有名的这个麦田这个位置 也从来没有人跟我们更新一下 告诉我们就是说真实的现状是什么 来看一眼嘛 这后面就是那个喜洲有名的那个建筑物 大概是大家对农作物的生长没有太多的概念 实际上的播种 发芽 成熟 收割 种的是麦子还是水稻 呈现出来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而那些麦田咖啡 则是围绕在麦田周围的一圈咖啡店 在人少的时候 麦田长好了 形成了一大片麦浪的时候 才会有那种绝佳的风景 所以说最美的景色总是可遇不可求的 把这美好的景色留在视频里吧 就是一点点人吧 还好吧 我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吧 就咖啡店就是实际 实拍 如果还有机会 那就在那层层麦浪长好的时候 再去一次喜洲